蝦皮不要害怕 最多就是包椒而已 可是如果你画画的时候 非常小心 你那张画看起来就是 怕得要死的一张画 看都看得不清楚 看王杰老师水彩速写 画下淡然古道上 百年土地公庙 透过艺术绘画 开启与自然的对话 这次就是要带大家来体验 淡然古道里面的自然风光 那我们就是透过画笔的方式 一边走一边体会 然后在画画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 或者说记录 你在这边所感受到的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清净自然跟贴近历史的一个方式 与艺术家一同探索自然美景与意境 并在创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灵感 每个人的土地公创作 都展现了传承的力量 我认为是很酷的 你能够用这么简单的 塑造和刷 幽灑创意 卸构文化传承 更可探索秘境步道 透过学习型城市计划 让新与这片土地 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道